女人中年过后 还有什么没体验过的 婚礼节过来 娃也生过来 人你爱过 泪也流过 伤你受过 失眠有过 免费的保姆你也当过 朝也吵过 闹也闹过 怨妇泼妇你也做过 手术台上过 鬼门关闯过 狼狈不堪你熬过 起起伏伏你有过 就是从来没有开心过 那么接下来 该怎么过 前半生已过 无论你的婚姻幸与不幸 婆家待你好与不好 你的枕边人吧 忠与不忠 婚姻并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爱不爱的没什么 吵不吵的也没有意义 因为后半生你拼的并不是老公 也不是孩子 也不是婆家 更不是连蛋 而是你坚强乐观的心态 过硬的谋生能力 和健康的身体 35到45岁 这是女人最美丽的年纪 也是一个女人改变自己最后的机会 你一定要做好这三件事情 记得收藏我这条 第一 远离暧昧 做一个情感上冷淡的人 有人喜欢 证明你还有魅力 但是如果你暧昧不轻 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 远离是非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清静一点 什么都经历过的年纪 不相信所谓的爱情 爱自己呀 比等别人来爱容易得多 第二天 女人手里有钱 心里才不慌 所有的中年危机归根结底 都是经济危机 存钱是一种好习惯 和赚多赚少没有关系 兜里有钱 半夜醒来的时候才不会害怕 第三 注重饮食 有一个好的身体 才有应对生活的底气 女人想要改变的时候 不要问老公 不要问朋友 更不要问从来都不保养的 你应该问问镜子里的自己 你到底还有多少个事 脸是你最贵的资产 在这里我教上大家一个 非常便宜的小方法 因为再好的化妆品也比不上它 你把黑米红米糯米 红豆花生桂圆 红枣和枸杞 隔水炖上个60分钟 一个星期喝上个两次 让你的美啊 由内而外地展放出来 如果你自己不会搭配的话 在这里 你也可以选择这款女神粥 它已经替你搭配好了 一盒里面有七包 整好一粥 点击右下角 从今天开始 好好地爱自己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